1月2日潘月明更新微博写道 过节最爱说一句话 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 酒里有啥 时至今日我终于明白酒里有啥 因为酒醒后我只剩下了思考人生 除了这个我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 此微博曝光后 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互动称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你这个小长假过的全在酒里了 你骗人 你明明还有力气玩手机 12月27日晚 潘月明晒出自己的旧作并称 说还没点骚年历史啊 来啊 造作呀 潘月明当年发表的文章 还富有他年轻时的青涩照 从文字看出 潘月明文字功底很好 语句优美 文艺难易眉 作品的落款显示 是潘月明中学识写的 通过这篇文章 让我们有幸目睹了 潘老师年轻时候的面容 真真是帅气非凡 仿佛跌入了春天的怀抱 另外一篇 是潘月明曾经在拍摄 13假日时的散记 记录当时带着 学生时期的好奇 拍摄的第一部作品 字里行间是那么的真实 也正是此部作品 让他渐渐褪去青涩 照片中 潘月明五官青涩 身材轻瘦 非常的帅气 十足的小鲜肉一枚 此为博曝光 后惹得众网友 分封为官 并留言点赞 称 历史性的一刻 少年你的青春很殆尽啊 潘老师现在也好嫩的 两篇文章 充满了少年时代的多愁善感 无意暴露出潘月明实在是 心思细腻的一个人 文笔也被广大网友评价 真的很不错